本节目由搜狐视频游戏频道独家播出 嗯我这盘也是非常的准时 非常的准时啊 完全没有迟到对不对 那前提的话 这个图一般都是能探三个 探三个怪 但这个木的细节有点失误 他多打了两下中间的这个流氓 在流氓面前耍流氓 刚才那盘怎么说呢 Fly和110都在盼了木银 真的 他们心里在想 快赢啊怎么还不赢啊 很急他们很急 好看一下 Infi投环 投环还不错 DH的话 准备要献祭了 勾黄皮加献祭这么一个套路 我的盼望肯定没问题啊 你们开玩笑 要去勾左边的黄皮 诶 这个精灵爆的好 诶 不对 爆的不好爆的不好 又来了个精灵爆 散开 嗯 你懂的 哇 三角形直接 过分了 又来献祭屠龙了 但是 这波木没有黄皮啊 木铲这旁没勾黄皮 这个DH被围住了 强行要打DH 啊 目前就崩了 有点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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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木铲 刚才这一波 看一下地上的尸体啊 一个农民 两个步兵 两个农民 两个步兵 一个AC 如果有黄皮的话 绝对不止这么点东西了 不过第二波也还可以 诶 这个DH不会死了吧 啊 差一点 卡位差了一点点 五农民 两个步兵 木这边损失了个AC 现在弹法是应该 大胆地跟DH去换血 瘋狂地换血 一定要 战路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 木只要他的井水补给格木上的话 他的沙拉就会变得非常的弱 三级了 又是社会主义加点吗 留了点 留了点有可能是 学赏币 哦 学了 骂了 骂了 社会主义加点 因此跟他拼啊 真的 跟DH拼啊 其实木虽然说前期 杀了挺多的农民 但他 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木没井水了主要是 他的 他只要没井水 他的后续烧了 就有点跟不上 这个图案也好打 这个图案也好打 前期 前中期案例优势 中后期可能人猪有点小优吧 前期那个黄皮加献金太凶了 所以说这个图你玩暗夜打人猪 你只需要练好这个套路 你就可以KO很多的人猪 想抢高达 有没有钱买 都没钱买 得高达者 得天下 看来高达应该是 硬肥的狼中之物了 跟他拼啊 跟他拼 拼血 来 跟我拼 问现在不敢拼了 不敢拼正面 已经被抢了吗 哦对 已经被抢了 好吧 刚才没看到 硬肥也不算特别缺木吧 他有防木场 而且疯狂的话 有这个农民 现在木转了女猎手 他应该不会疯狂的压制的 他疯狂已经开好了 所以硬肥也不用这么着急的补塔 只需要有一两根塔 他就可以来防守 硬肥很多的步兵 他就是等着木车本生好之后 来搞一波的 听说你到本建筑了 然后买飞艇 好的 硬肥把飞艇抢了 刚才木车是没钱 所以这个飞艇被硬肥抢到 步兵现在可以考虑 就跟大法师来双线 这个风框木要熟 买了个纳家 这图纳家也很凶的 这个比较强行的打退 我觉得可以 纳家点一下飞艇啊 就只有一个对空的单位了 你还不点飞艇 好 开始点飞艇了 就点了一下 让你不解决这个飞艇的问题 那等一下 英斐的持续少 灰烂木很防躁了 有机会就点飞艇吗 已经半血了 好 点掉了木车的防目机 现在木车 有一点点缺木头 他的风框也没有运作 这波英斐的骚扰非常到位 刚才如果那家一直点飞艇的话 英斐的骚扰的时间应该没有这么久 那是传过来 有群补还想继续来搞 群补还是屌啊 诶 回防了 不对啊 你码的群补继续搞啊 诶 这野怪怎么 什么鬼 我操 梦看了星花怒放啊 毕竟是我这边的野怪啊 哎呀 这步兵还在 血运军状态的口都封不住 本来这个DH没了 本来DH死了的 本来DH死了的 步兵走得特别慢 比顶盾还慢 那通过这一波飞艇的爆炸之后 英斐真的爆炸了 这一波 本来是优势的 本来优势的英斐 二本也好了 现在英斐 人算不如天算 嗯 嗯 吸血加敏书 垃圾 吸血直接扔上电了 英斐有点圈木 刚才伐木机爆了 他可能觉得还有很多步兵 吸血可以再留一会儿 但是木有个问题啊 他狙猎手太多了 三个狙猎手 要不送掉 步兵是可以留到后期的 中后期的 步兵跟农民一样 就上来吸引一口酒火 然后退后 退到后面 然后在等小猫喷第二次火的时候 就可以贴裙补了 就有这么个反弹残害的作用 打那家的话呢 就是去围他的那家 来围杀 围杀 那家蛮好用的 这当大法师也太跳了吧 等下那家和小鹿回房 你不就要交了 不过也还好 提前当传走了 应飞在压五身口 钱很多 现在梦别暴人口啊 梦竟然暴人口了 我觉得 她可以选择 造个BW 然后再 殺死一個女獵手來壓人口的 這個階段 只要人就沒有暴人口 你暗夜暴什麼人口啊 你等下兵力會有很大的差距到 你這麼早暴人口 你的兵力會跟不上的 兩吸血 臉一黑 那家 誰說那家打後期不厲害的 你忘記那家有個神級技能的 兵劍兵劍 特別屌 AOE的話也不會比熊媽差的特別多 我覺得那家是更適合搭配這個DLC 是要去的 夢太早暴人口了呀 現在一旦 暴兵之後你看 人口瞬間反差了多少 其實是比56 夢破人口也破的不多 而且他破了一點點 而且他破人口也不去找對方換兵 導致他現在兵力差距很大 暈斐小優好吧 還是小優 不應該這麼早破人口 那現在暈斐要發動一波了 夢的話 他的熊完全沒有成型 他怎麼防啊這一波 兩頭熊 還有飛艇 飛艇他想去換家嗎 也不是不能換家吧 英斐的主控是沒有東西的 想結兵 結殺英斐的部隊 英斐要拉馬群補了 三本回城加無敵 兩本群補 夠了夠了現在三本群補 現在英斐的正面 夢真打不過 換家也換不過 欸快衝啊想什麼呢 英斐快衝啊 拆完夢的分框趕緊傳了 TP到自己主框 你管這個BR幹嘛呢 直接搞DDR 早點換家不就好啦 夢又不帶分框手的 你直接A 他可能英斐是怕陣型亂了 然後這個離開塔的範圍也不好 所以他就等了一等 反而是夢先交出了回城 圖了一波農民 這波夢只有四頭熊 但是 英斐有塔 而且 英斐的全部很多 現在夢只能靠畫像 兇一兇 待會他就衝不下來了 三個塔不是不能打得過的 不過夢憑借著一波換家人口又反超了 不過夢憑借著一波換家人口又反超了 厲害啊 剛才英斐早點換家就好啦 夢在換家的時候英斐在塔下掛機 反正有兩個小炮 差家的效率 他如果能早點換家 夢的話是不能 拆這麼多東西的 那現在夢 呃 攻防沒有攻防 正面如果沒有塔的話 夢是可以打得過英斐的 夢又結殺了很多兵 三個女獵手在雙線 欸這個飛艇沒有幹活啊 感覺這一波英斐的MK被圍了 啊 直接回城 但是這個MK保不住 保不住 漂亮啊 這波夢打的 不過比賽還沒有結束 現在輪到英斐要慫了 剛才這波圍殺好吧 屌 一個字屌 英斐還要衝嗎 你只有一根塔啦 你衝過去 一根塔根本就不能叫塔 只能叫半角石 現在我覺得 英斐他可以等 MK的復活 然後 把這個大法師升到五級 轉暴風雪 可以轉一下暴風雪吧 小路很多魔法 不是不能打現在英斐 這個圖不能出太多小炮的 沒有陣型給你發揮 沒有地形 有利的MK在哪裡 有利的MK還在祭坦裡面 還沒出來 哎呀 又被截殺 哇 地毯式的 探照燈 啊 又是死了兩個小炮 我現在是兩頭來 兩頭拆 英斐有點跟不上這個節奏啊 地圖肯定是選的 選手先半掉一張圖 然後 MK一出來又死 啊 飛艇沒有救回來 英斐還買了一個飛艇 這波看來 英斐 感覺兇多吉少 這盤 又來空頭熊了 啊 木這盤打得確實好啊 沒想到這都能贏 他五十多安口打 英斐七十多時候 我以為 木這部隊應該跟不上了 這個兵力 爆兵的速度 這盤 英斐感覺 啊 英斐掉到敗者主了 直接被木這2比0 打到了敗者主 誰想得到 暗夜竟然不扛這一波的 跑去換家 對吧 英斐一時沒反應過來 沒有去查那個分框